你好 黄了时光 今在七桥板 在七桥板 开门了 七桥板 亲子总动员宝贝乐翻天 2016年七桥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开始了 近300名6到48个月龄的宝宝 关聚在七桥板的舞台上 他们将通过不同月龄的游戏活动 展示自己的健康和古爱 谁是最最活力的宝贝 谁又能获得健康宝宝的成功呢 最好玩的游戏 最全美的解读 近在2016年七桥板健康宝宝大比拼 大家好 亲子总动员宝贝乐翻天 欢迎收看七桥板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比拼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邀请宝宝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七桥板来做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有24位特别可爱的8到10个月的宝宝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过一会儿呢 他们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在七桥板节目当中进行好玩有趣的游戏 好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四个队 首先出场的是一风队 欢迎他们 欢迎你们 哇 太可爱了 一个是黄泽泉的小蜜蜂 林洋桥那个小蜜蜂笑得多好啊 欢迎我们的瓢虫队 红东东的瓢虫队 有一只小瓢虫可能已经吃饱了 开始睡觉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熊猫队 黑白相见的熊猫队 你们多想拍一张彩色照片呀 最后上场的是西瓜队 清清爽爽的西瓜队 欢迎你们 好 我们大家看到了我们四个队啊 24位可爱的小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登台亮相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儿科主任 宋洪梅教授 欢迎宋教授 欢迎您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请宋教授 根据我们现场的八到十个月的宝宝的特点呢 先为我们进行一个描述好吗 从运动发育的角度来说 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呢 应该是有一个我们叫做里程碑意义的动作 就是会爬 对 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 就是三番六座八爬场 刚才呢 宋教授已经说了 这个八个月开始宝宝开始爬了 是他人生的里程碑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么我们的精彩游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看看我们的宝宝是怎样爬的 进入到我们游戏环节当中吧 我们知道在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呢 年龄相差一个月呢 他们的能力发展会相差很多 因此今天的游戏呢 我们要分两个月领组 首先呢 是进行八到九个月月领组的宝宝的游戏 这个组呢 一共是有十二位宝宝 也就是我们的蜜蜂队和我们的瓢虫队 所以呢 我们先上场六位宝宝 就是我们的蜜蜂队的宝宝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宝宝呢 从起点出发 爬行 爬到爸爸这边 折返再回到妈妈这边 表现最出色的那位宝宝 将要进入到下一轮的游戏当中 准备好了吗 好 六位蜜蜂宝宝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打招呼吧 妈妈辅助他们啊 宝宝都特别开心 哎呦 小眼睛亮晶晶的 看来都做好准备了 再来看看这边的爸爸们 看看我们爸爸的帽子 是不是各个都有创意啊 那看一看这些神奇的帽子 过一会儿在游戏当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好 各就各位 来 宝宝们准备好了啊 预备 开始 那位宝宝被旁边这个赛道上的玩具吸引了 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 我们知道爬行呢 对于宝宝这个脑细胞的发展呢 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呢 它是粗运动的开关 所以呢 宝宝一定要在八个月开始呢 多爬 那么怎么样能吸引宝宝爬呢 就是爸爸妈妈要想办法了 哦 这个爸爸始终都是这个小澎湖啊 啊 这个我得参与一下了 这是第几个赛道 宝宝 您的吗 您的是吧 好 来 走 走 走 这是谁的 这边的哈 走 宝宝终于要回到车尾上了 现场的玩具实在是太多了 宝宝不知道该追哪个好了 加油 我们看了 这个爬行对宝宝这个进步发展呢 特别有好处啊 哦 终于找到爸爸了 我们看到了 最靠外的赛道的宝宝已经到了 我们最里面的赛道了 他一眼都没有看自己的爸爸 还是对这个转动的小猴子 特别的感兴趣 是不是 我还得把你这个抢过来 哎 爸爸 哎 哎 哎 我们看了这个爬行对宝宝这个进步发展呢 特别有好处啊 哦 终于找到爸爸了 妈妈呢 妈妈呢 哦 哎 爸爸这个作用特别好 哇 我们看到了 一号宝宝马马上就要回去了 又停下了 哎 他能听懂爸爸的话 哇 给一号宝宝鼓唱 二号宝宝加油 哇 好 其他四位宝宝呢 还在 七点处呢 徘徊不前 我们的秘宝队的六位宝宝 一号宝宝 表现最出色 还有第二组的五号 这两个两个小冠军啊 大家都发现他们是比较好的这种手膝爬行 就是手和膝盖撑着这样往前爬 那么还有呢 大家也发现了 比方说第一组的二号 还有第一第二组的一号 爬的也很快 但是呢 他们是这个我们叫匐匐前进啊 就是这个腹部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地面 呃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个呃 这个第一组的二号没有离开地面的这个孩子呢 是八个月 八到九个月月灵鼠进入下一轮游戏的宝贝是 秘宝队一号 秘宝队二号 小虫队一号 小虫队二号 小虫队三号 小虫队五号 副作六位宝贝 好 八到九个月月灵宝宝的第二轮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六位宝宝呢就是在上一轮游戏当中表现出色的六位宝宝 来我们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来 瓢虫队的一号宝宝 啊 欢迎你 秘宝队的一号宝宝 刚才爬得特别的快 来 小虫队的二号宝宝 你好 小虫队的三号宝宝 哇 这个宝宝呢 我们现在要着急要爬了 还有 蜜蜂队的二号宝宝 小虫队的五号宝宝 游戏呢是这样的 我们宝宝从妈妈的起点处出发 要爬过一个软软的小山坡 并且呢 在爸爸这个鱼竿的牵引之下 爬到爸爸这边 这样呢 宝宝就完成了我们的游戏 那如果宝宝还有力气的话 也可以再爬回来啊 我们看一看在这轮游戏当中 哪位宝宝表现比较出色 各就各位 预备开始 啊 我发现了 这个道具呢有变化 由于我们的朴熊队的一号宝宝 变成了他喜欢的零食 朴熊队的一号宝宝已经开始上坡了 三号宝宝已经跑到半天家了 蜜蜂队的一号宝宝 继续发扬 他在上一轮游戏当中的特点 就是互动性非常强 可以跟我们其他宝宝一起玩 加油 蜜蜂队的一号宝宝加油 蜜蜂队的一号宝宝也很快 爸爸的牵引作用很重要啊 爸爸的牵引作用很重要 好蜜蜂队的宝宝已经爬到了终点 爸爸给了一个奖励 蜜蜂队的一号宝宝也马上到终点了 蜜蜂队三号宝宝也已经到达了终点 我们蜜蜂队的二号宝宝很有特点 就是叫小美的这个小美女 她永远是上两步退两步 看我们蜜蜂队二号宝宝的爸爸 看了一样吸引小美 诶 注意力又转移了 原来她对我们这小山坡让铁块很感兴趣 下来了 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宝宝 四脚朝天休息一会儿了 蜜蜂队的一号宝宝马上就折返回去了 但是旁边的玩具经常会吸引她 我们蜜蜂队的二号宝宝 蜜蜂队特别的喜欢这软软的小山坡 上去之后呢就不动了 我们看到蜜蜂队五号宝宝的爸爸 把这个鱼竿的作用呢发挥得特别的大 不仅能够吸引宝宝向自己高向爬 还能够吸引宝宝再往回爬 哇 给我们蜜蜂队一号宝宝鼓掌 已经折返了 好了 时间到 好 我们看到了在刚才这个上小山坡的游戏当中呢 是蜜蜂队的三号宝宝最先到达了爸爸的那个终点的位置 而且呢我们发现这个蜜蜂队三号爸爸用鱼竿吸引宝宝的这个动作做的最规范 宝宝呢也是一直遵循着这个路线呢向这个鱼儿爬去 那我们蜜蜂队的一号宝宝呢 他还完成了一个折感动作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好了 我们八到九个月月铃宝宝的游戏大比资已经结束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哪位宝宝是快乐宝宝 哪位宝宝是健康宝宝 哪位宝宝是活力宝宝 获得八到九个月月领主健康宝宝的是小虫队三号 获得活力宝宝宝称号的是小虫队一号 和逸风队一号注射三位宝宝 每位可爱的宝宝都准备了布鲁心灵的玩具 那么在今天的游戏环节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宝宝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通力配合 进行了好玩有趣的亲子游戏 游戏是连接宝贝和父母之间的纽带 希望呢 我们的宝贝和爸爸妈妈以后呢 在生活中 在家庭中 多进行这样好玩有趣的游戏 也希望每一位宝宝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感谢收看今天七角版特别节目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